根据最新的流行病学的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慢祖肺的患者人数将近1亿 其中20岁及以上成人的慢祖肺的患病率是8.6% 40岁以上的人群患病率13.7% 也就是说在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 每8个就有一个慢祖肺的患者 而慢祖肺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 而吸烟是慢祖肺最重要的环境治病因素 同时吸烟也是二型糖尿病的病因之一 这个网友穆锤说了 我同学的妈妈不吸烟 家里没人抽烟 可是得了肺癌 说是肺腺癌 那这是怎么得的 这个腺癌是不是最严重的肺癌 肿瘤这类疾病是否严重 当然病理类型在里面也占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不能说腺癌就是最严重的 这个不能这么讲 但就像这位朋友说的 他本身也不吸烟 女同志吸烟的也少 但实际上确实 女同志在腺癌里面确实是高发的 那她的原因实际上吸烟只是一部分 那么除了吸烟之外 二手炎 还有就是炒菜的油烟 在这里面也都起到了相应的一个作用 为什么说我们要无烟厨房 有一些这个造具的厂家 打相应的一些广告 实际上也是有科学依据的 所以说这位朋友的母亲 一定要积极治疗 配合医院医生的精神 我有慢性支气管炎 基本上一年就犯一次病 犯一次就得两到三个月才能好 听其他病友说 反复犯病容易得慢足肺 再继续发展就容易生肺炎 是这样吗 我这还能预防吗 慢性支气管炎 实际上它是一个症状学的诊断 我们临床诊断慢之就是 每年发作超过三个月 连续两年以上 就类似的咳嗽咳痰 半会不半有喘的这种症状 像这个朋友呢 基本上从症状学上 确实符合慢性支气管炎的一个诊断 那是否进展到慢足肺 实际上就像我说 他俩之间的差别 在于对肺功能 是否造成了损伤 所以他要到医院去做一个 肺功能的检测 但是他现在说了 最重要的是 我不想往下发展 就我们也不想患者 成为疾病的综末期 所以说才谈到了预防医学 那么怎么去预防这种情况 第一还是你的高危因素 吸烟 大气污染 其实包括一些 比如像现在还有些生物燃料 就是农村啊 以前不都烧结杆吗 就是大压割地 那个彩虎堕 苞米盖 烧这些东西 它可能有不完全燃烧 产生一些有害有毒的气体 那么这些都要避免 除此以外呢 就是可以进行 这个自我的身体锻炼 增强自己的 这个机体的免疫功能 可以用一些疫苗类的药物 比如说流感疫苗 如果这些等做得非常好 那减少它发作的次数的话 气道的慢性炎症 就不太容易往下发展 那么得慢足肺的几率 就大大减少 但是说像肺部肿瘤 和慢足肺 以及慢性知情管炎之间 是不是一定有关 只能说有一定关系 不是说存在一定对等的 这样的关系 没有说慢肢一定到肺气肿 肺气肿一定到肺癌 那没有 只是说从肺气肿到肺癌之间 它们可能有一定的相关性 比如说我们现在临床 也确实越来越多的患者发现 就是慢足肺的病人 越来越多的合并肺部肿瘤 这初期可能是小节节 到后期就变成一个实体瘤 这是经常看到的 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 肺部肿瘤和慢足肺 它们有共同的发病因素 就是一个气道的慢性炎症 无论是像刚才提到的烟草 大气污染 生物燃料 职业环境 都可能导致肺部的一个慢性炎症 那么引起了一些节节 一样的病造的出现 然后再往下走 可能就进展到肺部肿瘤 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 提问很积极 我们来随机再抽取一位 这位叫做加减成熟的网友说 我躺下去就觉得胸闷 憋得慌 这是缺氧吗 回到我这次节目最初的时候 提到这个隔肌 我们正常坐着或者站着的时候 那由于重力作用 隔肌也是自然的会比 你躺着的时候要向下一些 人一旦出现屏窝位的时候 这个隔肌由于腹腔 我们腹腔里有胃长 尤其在胖的人 那么这个腹部对面的东西 可能比较多 那你再躺 你在你躺下的时候 你这个隔肌 可能就是由于这个问题 就像肺脏这头就上移了 那么有可能是 由于这个隔肌的问题 导致了这个肺活量的减少 它出现这种呼吸困难 就是我去分析这件事 是有可能存在这个问题的 但是不是这个朋友说的 这个我就是缺氧了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平沃位呼吸困难 确实最常见的是新功能不好 所以他还是应该到医院去就诊 让医生再帮他判断一下 提示咱们的伙伴们 关注我们的健康医生亲 抖音号和微信公众号 在上面有更多有用有趣的健康知识 跟各位分享 如果您有哪些健康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 给我们来留言 我们会找我们的专家老师 为大家来答疑解惑 节目最后要感谢的是 好中医好中医